视觉的它的重要性在现场 远远不如你身体的巨身的这种体感重要 那么体感其实是我们判断 这个一个环境一个城市环境 是否真正的感动人 能够亲近人 能够对人有吸引力的 其实是最直接的那样一种反应 绝大多数人对城市问题 它处在一个认知封印的状态 我们总是认为 城市问题是一个宏观问题 是一个抽象问题 但实际上作为城市的用户 每一个使用者 其实都是深受其害 三联人文城市讲 经过两届的评选 开始明晰了自己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 需要从物的逻辑 资本的逻辑 权利的逻辑 流量的逻辑 重新回到人的底层逻辑上来 从精英视角转换到大众视角 那么价值站点需要转换 那么从物回到人 从媒介回到现场 从视觉回到体感 就是我们现在的 所有的这个设计逻辑 基本上被视觉给统设住了 我们都是以图像为中心 然后去建构我们的这样一个设计组织 但实际上体感是最重要 因为我们建筑毕竟是最终 人要使用 人要在这样一个三维空间里面 跟这个建筑接触的特别近的距离 特别小的尺度上 其实这些建筑都在辐射出它的这种能量 作为这个两届的终审的评委 我个人有我自己的这样一个判断 我心目中的好的人文城市 它要有足够的开放度 就是它要有普惠性 可达性 可接近性 可使用性 这是城市释放出给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 实际上公共空间这个词 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概念 那么公共空间是要挖进去的话 有非常细的这样的一个切分是可以探讨的 非常多的建筑造完了以后 实际上你拍完照片 然后杂志登完了得了奖 其实你到现场去看 一个人都没有 老百姓并不喜爱它 它也不给普通的社会大众 提供一个可以让自己活跃起来的机会 我们要看到非常广域的一个世界 而不仅仅是一套建筑本身的物的逻辑 我们看到人的这种情感 人的心理 它的这样一个多样性的分布 那么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 另外的物种 它的这样一些需求 你设计做完了 只是环境的开始 只是城市的开始 它需要给这个发展 留下非常多的 非定义的这种用于空间 那么这种看似多余的部分 它才是给未来留下了一个 非常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 冗余的部分 其实是城市最有魅力的部分 恰恰不是设计的部分 他们这个步道的设计呢 我们是觉得这个分辨率 包括它最后的颗粒度 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那么它这辅导体系呢 它跟整个城市里的街巷 过街天桥 全部都连在一起 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个金牛山呢 一直跨越了这个城市 好几条街道 一直可以引到 敏江的水边去 把这个山水就完全连在一起 那么这个两米四的宽度怎么定 他说这就是一个轮椅的宽度 一个轮椅 两边有儿女有家人陪着 一边再一个人加起来宽度 就是两米四 他考虑的是从轮椅的尺度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普惠性 对吧 它这个做得淋漓尽致 它还不光关怀人 我们当时就说 为什么用这个钢隔山呢 所以它要把那些 就是通过隔山 钢隔山 那个凤里这个阳光 让底下草 还能继续光合作用 还能活 所以我刚才说 这跨物种的关怀 这大跨度的关怀 南京的小西湖社区 这个小西湖社区啊 这个街区改造呢 我觉得至少十年以来 看到最好的城市更新项目 这是它这个入口的这个地方 它都是原来老房子 然后在老房的基础上 稍微做点这个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 你这个体感就是跟你很接近 大量的设计 都是在停留在跟这个建筑 你至少拉开这个视距 可能十几米几十米的这个范围 就停在那就完了 他们这个设计 是打通了最后的这个100厘米的 它这个本来这个社区呢 基底就是一个混杂的基底 但是它把它收拾完了以后呢 就恰恰利用这种多样性 我们刚才说的 这种离散度很高的这种差异性呢 它把这个里面的 蕴藏的那种能量给激发出来 它从这个乱里面 其实看到了设计的机魂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中国的城市更新的改造里面 这是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个属于在Sisa的作品里面 都能排到前三位的作品 你看上去 它就非常简单 材料非常普通 每一个走廊转角 这个弧度全都是微妙不同 然后去设计的这个对景 有个窗户开的 所有的这个地方 就是动作极其微妙 极其小 但是你就感觉到在这里面 你就有一种由衷的那种自由感 就是进入到一个自由境界的那种开心 它不是一个进步人的一个同期 它就完全是进入到一个自由的王国 实际上这些年呢 我们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城市发展中呢 涌现出相当多好的作品 需要被看见 被肯定 被传播 那么建筑奖呢 作为公共品 它要给我们这些大众呢 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 它也要树立起一个价值平台 在传播中 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认知的屏幕 这是三连人文城市奖 作为一个稀缺公共品 它的重要的东西 这是三连人文城市 belongings 这是令人的结束 它会给我们赏得更容易出现 不动的